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第二集的香港人家书 继续有广传媒的老总 和MHKTV的老鹅 和大家一起谈谈天下事评论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 分享家国里面的新闻事 老总,你好 你好,老鹅,各位网友好 大家好 这么快,下星期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已经踏入这一局的12月 我们这个星期有很多减价 正宗大傾销 你妈妈大减价,减价你吧 有这个Black Friday,老总 你去买东西送给我吧 聖诞节目 这些东西 这么伤脑筋的东西 我都很少做 又伤脑筋又伤脑筋 更加少做 那也对 大家送来送去 冤冤双布何时了 伤送 就是冤冤双布何时了 是吧 都对的 都对的 最近我有一个遭遇 跟大家说 在网上信用卡 就被人吃过 两张信用卡被人吃过 两张信用卡被人吃过 那两张信用卡重新 也有提出过 那我就对于网上购物 或者网上这些 牵涉到金融交易 就有一些 就是一招被蛇咬的感觉 你是不是去了那些 什么要付费 会员节 看得到那些绝密影片 那些 又或者付费被人和他们聊天 那些 不是 绝对不是 你想象不到 你和我说 十月一日我在屋台华做作证 是 外国干预庭装委員会作证 今天住一间酒店 那间酒店 就是在网上订的了 当然 订了回来 网上做 就是所谓服务后 售后服务的一些survey 那很明显 不知道什么事 有人拿了他那个 酒店的网站的名义 就做 哎呀我们想调查一下你 对我们的服务 满意程度 一到十 一是最低分 十是最高分 就是有整六七条问题 这样问 哦 我以为真 我以为真是关酒店搞的 哎呀 跟着他就说 我们要不要送东西给你啊 那就是多为一个敬意啊 多谢你 那我就觉得是小事了 那真是重重 之后 接着就说 我们送这个东西在枕头 需要邮废 我这觉得奇怪 送到枕头 邮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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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元还是什么 算了 谁不知一到 我卡了个单子之后 那个信用卡之后 就变了百 一百四十二个六 那我间信用卡公司呢 第一个信用卡呢 就过不了的 declined了的 那他还傻子 大家网友 就是我都是自认傻子 我网上那些白痴 那他给第二张信用卡 哦 都过到 但是第二张信用卡的公司呢 过了之后呢 接着打电话给我 不过不对板啊 老板 这间公司好像 好像 懷疑是 scan来的 那我已经 虽然过了数 不过了 不过了 那我打电话给你 问你 你现在好不好啊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第二间公司呢 就帮我 截了数 不用我出声 那第一间公司呢 就过不了数 但是 強热信用卡就停了 就完全是不能 因为以前两张卡 我都要重新衣装局 所以你叫我 Black Friday 我很Black 很Dark 不要紧 给Cash 下次要败 给Cash 是啊 那还有老总 今次的标题就是出 酒店叫床服务 深花路房 我老总一时 云为意 被骗信用卡 人家的叫床服务 Morning Call叫得准时 你就提了个五星星 那就出事了 哈哈哈哈 真是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 网购白痴 一些不幸的遭遇 紧供参考 无缘无奈 不过就烦死你 一定用一张信用卡 我自己网购的信用卡 是千多二千元 固定那张 是的固定那张 还要是千多二千元加币 给你昏尽我 我都是千多元 香港的大面约那些 我绝对不会做网购的 只会在某一些很相熟的机构里面 我只会做 甚至去某一些地方 譬如今次去Edmondton 我都不会用香港的信用卡 来揭帐 就是用本地的信用卡 那面约比较少一些 去做 还有有时候 现在 你尽量收到一些不明的link WhatsApp的连结 SMS 电邮 我们全部一律都不回复的 还有一个经验教训 你去过酒店回来 要问一下你的服务 那些东西 一去到后来 要牵涉到信用卡 既然他都说 surway就应该declined 应该不要停 应该立刻停 因为你做服务 你都要做 你都要调查 理论上是不需要有任何上一层 就算要送药给你 要有用费 那这个就是那个骗局 没错 老总 是哄你 免费 就是哄便宜了吧 做一些surway 10月8月2日 就是一个枕头送 我都觉得 骑屁 酒店送枕头 没搞错 他做枕头的 不过我当时是 智商太低了 光棍老扣仔 便宜莫贪 老总 还有记住 千万不要和人拿料 也千万不要和人 下载那些绝密 很多的patreon 绝密会员 你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女孩这么漂亮 她还有绝密照片 只要加入她的会员 交这个会费 老总 你真是 这些经验 这些经验之谈 这些 这些听得太多了 千万不要中招 或者你真是想 加上会员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在追随哪一个 是 露我指露明灯 没错 光明大道 到时你自己去参加都没辞 没错 一要到你用信用卡 那些personal data 实际要你给最后 那三个cvc 那个 那个 那个数字 就一定是 有问题的 一去了 你用信用卡 就随着被人摸爆 没错 大家换句话说 真的要小心小心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 第一单 就是救生艇 刚才我们的救生卡 瞬间 几乎被人摸光珠 搞到我半个月 都没有卡用 真的 救生艇现在就说 那个处理过程 因为第一 人数太多 第二 官员太少 第三 很多人就没有 按照程序都不适合 他不适合身份 很多人都是unqualified 就涌起来 搞到他要筛选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要 长到要四年 至少四年 才可以 给到个 信息 给你 过不过 加拿大效率 真的令人失望 是 这个情况呢 可以用几个途径去看 第一 他濫收 难民 OK 又或者 他在移民里面 没有想过 喂 你吞得下 照吞而已 是吧 就是 你想过之后的配套 他是完全不想的 而在第三件事 大家要说的呢 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在香港 或者是什么 Spring A Spring B 不同的work visa 等等的东西 过来申请这边 希望拿到PR的性质的朋友 其实我们占的比数呢 在整体的这个人数里面 他现在好像累积到 28万个这个个案 申请个案 其实我们占的比率 不是很多的 所以在整件事件里面 我们要搞清楚 那个原因 如果你问我 很简单 in a nutshell 讲的前因后果 就是我们的自由党 濫于一贯的这个宗旨 就是收难民 收移民 希望将来他们感恩 就是飘投 这个自由党 成为他们的票员 票仓 在这个情况 但是 在他这个如意算盘 敲起的时候 他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国家的经济 有没有足够一些工种给他们 第二 就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 这些职位 房屋 医疗 教育 所有的这些配套 但是连这些都未想之前 你一定会想的 要审视他们的这个案子 令到他变为一个PR 拿到丰业家之前 我们的government boros 有没有足够的人手的安排 去帮助他们去审理这些案子呢 更加我们累积了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动态清零 大家叫ground in 在武汉肺炎的肆虐的时候 大家都working from home 原本可以快快快快快 搞一碟吃碗面的这些情况 快快快去做交换 那就是累积堆积鱼山的个案 而你后面也不斩揽 不停止 一直有人来的情况之下 包括了现在的战争 各方面的事情 你不断有人来 又有动态清零做慢了 你之后没有在服务的时候 要检视 怎样可以尽快清剿 这个堆积鱼山的个案 那你就引伸了很多问题出来 而大把人滞留在这里的情况之下 也会带来民生和治安 各方面的影响 而在香港这些朋友 当然了 别有用心的媒体、政客 或者是对家 就会拿这件事件来 就是说 加拿大政府是不是玩你啊 令到你们来不了 唱衰西方国家 对啊 更有甚者的 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势 可能大家就会想 杜鲁多 是不是玩出祸啊 知道玩大了 搞不好的情况之下 特意不帮忙 不速度 不做快些 让你们这些人滋难而退 去你的原居地 那当然有很多声音出来了 是啊 这个政府 俱乐党政府 是相当之无能 嗯 嗯 从最近的移民数字 本来呢 就红心勃勃 五十万啦 那三年一百五十万啦 就是每年收的总数 全国 那现在就说 要分三年呢 就递减 跟着呢 就减到去 四十几万 三十几万 去到三十六万 就是要大杀制啊 嗯 但是移民 在难民政策那里大失败呢 有积可寻的 因为你知道难民啊 或者那些移民进来呢 我们会有个临时的 联邦健康计划 帮他们的嘛 嗯 他们申请了移民 或者是难民那时候 他们都不能够不照顾他的医疗 原来2016年 就有一万一千人需要 这些这样的移民健康计划 当时预算是六千万加币 到2024年 即八年之后 联邦政府说 会有十八万人 需要这个健康 移民健康的补助 因此 政府预算就飙高到 超过四亿多家园 嗯 八年而已啊 你说六千万去到四亿 差多少 政府可以完全是继续做 而这麽多年 都是杜鲁多在总理这个位置 二来二来不二来 就是今年 还有一样东西 每一个难民 他等待派的时候 我想要包括我们那些 SWIMB 他们每日的酒店 就一百四十元平均数 和他们要食用 就八十四家园 就是这个二百二十四家园 平均数 这些数 一个人 一日 你想去乘 你现在说要搞这麽多年 才知道 那些SWIMB 才有机会 出生天 行不行 一日支出 一日支出 这是一个人的数 二二四 就是平均数 你看看 有这麽多个国家 又叙利亚 又乌克兰的难民 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西亚地区 再加上香港 这些 那些数据 亦都预计到 俄虎之人 为什麽你不马上政府 在预算那里 透过国会 要追加开支 去请多些人 去加快处理速度 整个政府 是一个弱能弱 鸡无能政府 完全是不懂做事 我觉得 有点我要跟你讨论一下 我不再说更正 Stream A、Stream B 是从来没有受过 政府每天那几个数据的导助 亦都不会政府 会帮你租这些酒店 五星级酒店 或者是给你饭吃你 Stream A、Stream B 要来到 立即要找工作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些难民 就真的吃穷你 你又要养他 又要给他地方住 那些支出是我们 加拿大的纳税人 去给他们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Stream A、Stream B 那些路友记 过来就要找工作做 要交租 要看医生 对不对? 现在最担心的情况就是 来到了 你给我们了一个 temporary 的 visa 我们就可以在那里 做事 找工作做 如果带了小孩过来 可以读书 如此类推 但是当 visa 过了期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 我的 status 你批不批 让我做 permanent residence 的时候 那我死火了 我还可不可以继续去做事呢? 又或者那些小孩 可不可以读书呢? 可不可以看医生呢? 这些全部都是问号 但是当然 好像现在是Clarify 了 Stream A、Stream B 那些 visa 是会给他们的 但是这些 就是反应过慢 不自己有 initiation 不出来主动澄清 或者主动去搞 你正正常上 在那里过来的 你收了一堆 是有学识 带了钱 是不是有能力 有谋生忌灵的朋友 你应该快快去搞定他 我不是为了香港 因为我是出生地 帮他们说话 而这些朋友 你来到 你收留了他们 有些是年轻人 可以立刻融入去读书 有些是可以乱乱出来做事 或者是再进修 如此类的推荐 家里人家也是一个 是对加拿大有贡献的 你不将他们第一时间 乱乱解决了 而且数量又不是那么多 你那些的难民 那些又英文又不懂 不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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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堆積如山 阻止那些人 你连priority都不懂分 这些就是一个 官僚主义 庞大的政府 大家不业调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这些主义 不是搞到这样的情况出来了 那你现在知道 马斯克 和那个印度佬Vivian 要搞那个政府效率部门 多需要 加拿大更加需要 这些左交政府 个个都是大政府 不断请不断请 公务员又吃穷你 原来公务员 他们的办事能力 和拖延的程序 令到整个社会 就是国家成本 再加上社会成本 不断累积下去 所以 现在这个 杜鲁多政府 这个难民政策 要急转弯 整个程序 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收科 现在只能够 刚才你说的那些 Visa过期 他说是会 放心 你们的status 继续下去 不会取消 但是已经令到很多申请者 真的 他们 15个吊筒 一上八六的申请 不知道维持了多少年 就是要这样搞下去 现在最少都四年 有些说不像 老实说 我不知道 有些真正 Stream A Stream B 过来的朋友 他是什么目的 和立场 要过来 说真的 如果你是讨厌 在港共的政府里面 生活 是透不过气的 在那个地方 有你没有我 如果你继续可以 读书 做事 有医生看 或者你子女都可以 读到书的情况之下 你都无路可退 你都可以 除非你有另一个 移民的地方 你可以 去转阵地 否则 你唯有在这 安身立命 继续做事 为什么经常在吹吹吹吹呢 因为香港人的通病 急 但是有些问题就是 第一天在加拿大 你要学会加拿大的国粹 You have to wait 是吧 是的 我们的字里面 就有一个字 大大的字 叫做等 等 静默到野心 是吧 Patient 这些是在加拿大求生 必定要有的 一个 value 是吧 你要等这件事情 好了 有很多朋友 可能 就是来到那时候 拨大务 不知道为什麽 就是人走他又走 就是如此类推 那现在都发觉 啊 怎麽过来 快快快快快快 几年拿到加拿大 passport 就可以去哪里都可以 又回去 是不出奇的 喂不是说笑 真的 我听到有些人 是真的 找到工作 是吧 你这边找的钱 真的太辛苦啊 还有又常常要轮奸 或者做一些工种 那些ship 又不喜欢啊 不是好像自然 朝九万五 找到回来又不够交租啊 嫌不成本太高啊 如此类推 所以已经是pack了包袱 是走的了 这是有的 是个案子来的 但是 你要明白到 来到做开荒牛 你过来 你未必有那麽多的local experience 的时候 你真的什麽工都要做 要做很多 你要想一下 有些是可能帮你 是儲点 有些是做cash 就是换句话 你一份工是不够的 你如果要在加拿大里面 特别是温哥华生活 就起码要两份工以上 那如果你还好似以前那样 朝九万五 假扮工 假扮工 到5点走人 就是卡拉OK 唱歌 舒适的生活 就 我想呢 就似乎 找了地方 找了地方 我真的说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地方里面 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英文 不是最流利的时候 认识人 又不是那麽多 生活的社交圈子 性交圈子都不够 是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 你只要一手 过这一个 中产的生活 银行车 住屋 养狗 就是一天上午 五天工 早上九点 晚上三点多钟 就下班 开心心 或者上班的时候 经过Starbucks 买杯Starbucks 穿到新肝颈 很舒服的 走上去 Hi Lucy How are you today? 我认识了 你想错了 香港就是有利于这种 白领 知识分子 在加拿大里面 是劳动阶层 做事的 你要多做很多 体力劳动的工作 才可以找到这些工作 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这个工作的组织 是不是 入不肤之之余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帮你做多份 这些兼职工 就能顶住鸡头 阿龙 我和你讨论一个问题 嗯 我不管你是 Stream A Stream B 或者Stream X 或者是 正途申请移民 加拿大 在2019年之后 你已经是涂崩露海 你没有被鲨鱼吃了 然后你说 要整条船回航回去 发生什么事啊 如果你要回航回去 你不要投奔路海 投奔路海很危险 有鲨鱼吃的 吃不到你 或者你没有被鲨鱼 或者那只船 没有被人弄沉 或者没有被蛇头 按你落水 那你现在回转头 那你何苦耐灾呢 是 既然你投奔路海 你就不要回转头 我听到你说 啊 没什么做 那你第一天就不要走 你与共存亡 你不要这么大声骂啊 老总 那些手足不可以说的 香港 我不是说 我骂他 就搞错了 不骂得了 不要说我骂 如果要骂 你投奔路海 就过去 你说他不对 你说他傻 你说他傻 是傻 你真是投奔路海 是会死人的 现在的Generation Z那些 会死人的 你既然 你已经得到上岸了 他们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老狂的 老总 你真是不要搞错 不是啊 我是老可 你是老恶 我真是不喜欢老狂 我真是不喜欢老狂 他觉得不需要付出的 他觉得不需要移民 就是要辛苦的 这个世界 尝试就是尝试 不要跟我说 不要跟我说 不能说 说你用武 说你多大贡献 你既然是抛个身子出来 走到西方社会 你又撿回一条小孩 飞机没有撞山 你这条船 你坐船来的话 没有沉了 你就应该 桌子过河 就不要回头 你要回头 第一天就不要来 你还安安日回去 现在你还可以北上消费 你还可以 在大湾区就可以 左揽一条女儿 右揽一条小孩都可以 河虎呢 不是 河虎也是我家来的 河虎呢 河虎在列治民 河虎来列治民 河虎来加拿大 你们真是头脑很不清晰 那个共产党已经进到你家 霸了你家 香港人在你家 然后你来到这儿 哎 搞得这么贵 长了这么久 就霸了他去 你就是任共产党 你真是被人厌得少 你有被虐狂 对不起 我看错了你 你真是有被虐狂 你喜欢被虐狂 你喜欢被虐狂 麻烦贵客自理回去 最好就不要来 来得这儿就是同仇敌开 我们不可能认财作父的 哥哥 你说我骂那些勇武 都是这么说的 其实呢 这些不是勇武 这些是愚蠢 是啊 因为很多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 有少少事与愿违 尤其是逆境的情况之下 他就很难打这个逆境波 客观环境 或者一些情况之后 要做出的改变 又或者和以前的生活 有一些很大的落差 他就受不了 那这个呢 是很新世代里面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都不会被虐狂的 因为那个 关键是时间不同了 老可 老总 你这些上一辈的人 那你们觉得可以 我们不行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他们都会大了 那你就大了 你就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更加有一样的东西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些香港人特色 什么都想着走劲扁 去到BC省 那些 Living Standard Go 马上转 转阵 转去亚尔巴勒省 这儿便宜些 或者转去Edmonton 或者走来走去 那你在整体的这个 申请application的时候 不断转 又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据称就是 你和别人分租 这些情况之下 原来你没有这个 住址证明 那你就在这个application 里面又出了大头佛了 因为你和别人一起租 合租一个basement 租一个basement 就是1000尺 分三个人租 那怎么知道 原来老可 你就负责他和业主谈 那你就有这个租单 另外那两个 就是搭租的 就没有租单 那你就证据不到 你自己住在哪里 那你又不可以 申请的时候 捕据足够的 又延了 这些转来转去 省来省去 不正正确确去 这样去做 当然很大的可能性 也可能是他们不够钱 荷包光眼法 而有影响 但是某一些地方里面 就是你不清晰 又或者是你在整件事里面 就是没有想清楚 是怎样去appare 怎样去部署 或者是完全遇人不熟 听午听残言 胡乱去做 这些就以为可以走贱扁 谁知道 贪败的快词 就变成了一个万字 也是比比街市 所以 这个香港人要过来 是不能走贱一边的 不能走贱扁 这些事情在加拿大 是只可以 按照规则办事 按照规则办事 这是必然的事 如果你问我 我是献议大家 除非你真的有一些 是很出名的lawyer 或者是很信德国 或者 联传应该听谁又说 因为那个YouTuber又说 那个网上的又说 你又信以为真 你又不会考证 跟着去做 就糟了 到糟了之后 你找谁赔一些时间 和这些opportunity cost 给你呢 是 不要走贱一边 要守法 第三样就是 不要用香港的速度要求加拿大 因为北京是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永远都不会学到香港 你不会一出门口 楼下有7-11 没有这种便利 不会立刻下面有地铁搭 然后就是你要撇除香港 你忘记了香港这些 一切的convenience 那种生活上的好处 因为你现在在走难 你现在在走难 你喜欢这种东西 你不是想走难 你只是想要舒适的生活 那你不如留下香港 暴政之下 你都可以有舒适的生活 你把自己当做眼又瞒 耳又聋 又不看互联网 那你都可以继续舒适的生活 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社会是好像加拿大 是很慢 但是是可持续 是开放 是自由 但是我们要付出代价 就不要急急急 那些店铺 不用单 不要给信用卡 现在列治民已经有市员提出 要对市内列治民这些店铺 不让人用信用卡 全部要收现金的店铺 政府有议员要求政府要调查这些店铺 有没有交税 现在有议员已经知道不妥了 不然叫人家要给现金 又不要收单据 又不要用信用卡 这些店铺本身是犯这样的 市议员已经说要调查 所以我们香港人来到 就不要再同流合污 不要跟这些这样的坏的行为 坏的杂性 叫做行骸一气 这个字很深 不懂写 不懂写 肚子里面有股冤气 我自己一直有 行骸一气 我就不懂 这个和我们和难民 最后都是难民的一种 大家真的可以给压力 可以给压力 现在他们的身份 visa 过期 现在政府说maintain status 建议继续留在加拿大 无论要留一零还是留十年 你就不要担心 因为政府前面安排 这些都要急离 因为现在政府都没有改变 你要改变都是要新政府 新政府最快都要下年 下年也不会一上庄 就立刻可以拿特朗普 一天签十几个法令 所以加拿大速度 是呀 是 给时间买回来的 我觉得呢 应该希望有国会议员 或者你去信给国会议员里面 因为其实我又不觉得 我不是100%同意 你所说香港 Stream B Stream B是难民 只不过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不是走难 我们都要有一些 的financial requirement 各方面的 支持我们 我们也都没有 要求加拿大的联邦政府 或者省政府 去助养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只不过是拿到一个便利 就有working visa 或者可以看医生 指质可以读书 全部都是我们 自工自急 对社会有贡献 而不是dependent on一个地方 其实就希望 可以去信国会议员 希望这个联邦的 一个移民局里面 就是分开两条队 难民有难民的 处理方法 Stream A和Stream B 是有处理的方法 是吧 就是不要捞一堆捞 大家同一局的资源 我想这个 是会比较实际 一些的做法 和提议 也不要用太多 谴责的地方 始终形势比较强 别人开对方的支援 让你过来 安身立命 如果你还强奔 又夺主 这样的情况 更大之惹 我觉得这个 也不是一个 正途的带道 我想可以建议 而这个建议 我觉得也合理 因为你们不是 拿着联邦政府 的资源 资助 也不是每个月 每年里面 用几万元的 公帑 去助养我们 我们希望的就是早点明确点 在这里 确定我的身份 我们可以在这里 投资 可以在这里 做工 贡献 搞小生意 对加拿大 尽快要带来更加多的 contribution 我想要分清楚 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对加拿大的 positiv的影响 而不是 dependent on 加拿大的政府 去接濟 我想这个道理 要清晰给我们的 国会议员的时候 希望一些 关心多些 香港朋友的 议员 可以在联邦的议会里面 发声 我想这个会是正确点 是 自由党政府 是犯了大错的 首先把那个名字叫做救生艇 嗯 已经被人错觉 是准难民 如果不是难民 你怎么救生艇呢 应该是 应该是 加拿大游轮 优惠 没错 优惠政策 你叫救生艇 救生艇 当然是紧急状况 才放救生艇 是吧 所以我说他难民 是准难民 起码不是真难民 只是准难民 是假的 是 政府的政策本身是 目的和他的名实 名义是不相符 他是想开一个新的 alternative的移民途径 是 但是他又用了难民的 一些 档态 去招立香港 就是有紧急需要 就不是按正常的那些 工业卡的那些途径 所以说他明实不符咯 是啊 他又不当你难民 但是他名字叫难民的 给人感觉有难民 跟着 他又不背入去难民 又没有每个月 每日有224元导座 好像什么 敘利亚或者是 乌克兰尼那些 他又没有这些 又给了身份 又行街址 跟着你可以 立刻去找东西做 又学校读书 又跟着可以 子女受教育 就是很 混合了很多概念 政府本身 言行不一 和他的行政 这个objective 和他的processing 是出现了很大的discrepancy 没错 这个只是个问题 最根本的地方 所以Stream A、Stream B 过来 或者其他方法 因为社会运动 之后来到香港 当然有很多 就是难民 或者政治庇护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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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是在贡献加拿大的 你们是对加拿大 带了资金过来 买楼 去交租 全部你不是依靠政府的 但是政府当然有优惠 给你们在互利互惠的 这个政策 它吸纳一些优质的一些年轻 有学悉的一些有贡献的民众 香港人过来 这个要搞清楚 我想要有一些政客 是可以将这个的说法 就是归类 而我们不应该再跟难民 是同一条队 然后就是他要搞很多 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政治庇护啊 这个阿弗加拿斯坦 那些 一大堆那些 要有时间搞 但是我们是很清晰的 这个requirement 齐了资料 就匆匆 不可以去得 可以加快的速度 我想在这一方面 就会是一个正确一点的 就是practical一点的做法 没错没错 那些议员都在帮着手的了 我知道关系正确的 你很努力的了 那就是不够的 应该多一些议员可以帮手的 我想在家中方面 可以就是 有跟议员接触的朋友 应该可以再加把劲 那我们又进一进 加拿大东边 Halifax 就是我们是对着 大西洋海边的城市 Halifax的Saint Jones 那边是吧 就有开个叫做论坛 这个论坛就是蔡英文 就来访问加拿大 就在那里发表演说 那这些叫做安全论坛 那是年龄都举行的 都是在那个地方举行的 那下年好像会去台湾举行的 那说到说话 就把湾南和台湾 就是有类似的 就是parallel的论述 好像都挺大胆 直接撑队啊 習近平啊 我不这样做 怎样生存下去呢 我觉得是绝对正确的 对不对 那是 他现在都已经是落任的 卸了任的 台湾的情况 是绝对刺乎的 没有了这些官职的包袱 是啊 而且说真的 他又不是非官职 就是以个人身份 或者是前台湾总统的身份 去加东 接受一些不同的 全体的招待 发给一些的意见 那其实也都 你就有他说 作为一个 泱泱大角 是不是 你是不是怕他有些什么呢 反正 你都认为实识 就很痴牙了 是吧 统一是民族的唯一 这一个途径了 是吧 但是呢 你可以见到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前总统蔡英文 其实应该要做多这种 访问不同的国家 访问不同的地方 在国际上争取曝光度 没错 因为现在台湾有Campaign 让世界看见台湾 台湾在政策方面 一定要做这一件事 多些的参与一些国际组织 还有希望台湾的 不同的文化运动 这些团体 希望赢多些的奖项 譬如现在刚刚赢了 世界十二强的棒球赛 打败了世界冠军 日本 就是上海冠军 今天赢了一个Trophy 出来就很荣耀 大家都知道 台湾原来打这个棒球 是很厉害的 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给国际 看多一些台湾的距离 正如他们那条线 让世界看见台湾 否则他们以为 台湾是等于 中国永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就死得人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 也要努力去争取 不要再什么Chinese Taipei 什么China Taipei 错了 台湾就是台湾 用这种名义去代表他们 什么Chinese Taipei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也要寻求一下 或者国际一些不同的组织 让他们容易证明 以台湾这种身份 出席曝光 任何的聚会 议会 国际的组织 比赛 我知道这个只是正路 现在赖清德 今年5月20号上庄 做新一任总统 已经是比较积极的了 对共产党的论述 很多时候都不会避开 也会直接说 特别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会不隶属 现在你说到民主国家 你不叫台湾 也叫Republic of China 对不对 公司 民进党对Republic of China 是有选择地使用的 不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 即是两岸水其轻 你想被人叫Chinese Taipei 还是Republic of China 我当然选择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 对不对 起码 起码名头都大很多 就是Republic 就是什么Chinese Taipei 真是没大没小 真是说真的 我们难道叫Chinese Taipei Hong Kong 真是 当时被中共困了 当时马英九 还是更早 去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为了参加这些国际的体育赛事 或者是国际组织 包括这个世卫 用了什么 台湾 什么中国台湾 还是中华台北 体育的赛事就是用中华台北 其他那些东西就好像 他肯定是要把中国放进去 就要告诉全世界 台湾是中国的 走不掉的了 飞不走的了 即是这些是政治上的一些陷阱 来的 现在 赖清德是会摆住这个陷阱 还要说民主国家 受到一些独裁国家侵略呢 其他那些民主阵营 就一定要全力帮助 要不然呢 就会独裁或者一些专制的国家 就会势力确张 以后这些民主国家都没有好吃 那说起乌克兰的情况 如果乌克兰的情况 如果乌克兰不报呢 就是台湾也都会比中国 就会一口夹了 没错 那更加要搞清楚了 就是不要被人觉得 就是中国和台湾是对等 就是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我们不是他们的从属 而台湾是一个政权 是一个国家 就是这一个情况一定要清晰的 这样的community出去 阿努华人就不明白到 原来真的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 他们之间的自己的事 我们参与什么 不是啊 台湾是一个国家来的 中国是一个公然去侵略台湾 是一个侵略别国的行动 这个信息 这个论述 我希望台湾在继的官员 或者以前的文章党的官员 对外的故事都是用这种做法 当然有很多方法令人看见台湾的 文化、运动、农产品、商业 亦都可以邀请多些人去台湾观光 了解台湾 了解台湾的民生历史 这也是有在台湾提升国际 争取他们的支援 让人知道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 可以自己选自己的政权自由的世界 是和你们同一阵营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并不是中国的重属 也不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地方 只要这个论述打得通 你要再被人侵袭的时候 就好像俄罗斯侵袭 这个乌克兰 这样得到世界的支持 不过我说 这一个英国的工党的司纪然 正宗废材中的废材 湿沟之中的湿沟 蔡英文 原本想着去我们的加东 去英国的 他竟然就禁止了 你还是不要来 东主有气 不是很方便 这些工党政府 是阻碍政府来的 跟中国是同一个废话出气 那就跟老杂系那些 G20 G20的见面 都不敢提47人案 No comment 在英国的媒体 等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被人採访的时候 被中国的保安赶走 你都不敢断一句 就是了 就是这个 就是要靠共产党吃饭 共产党现在 中共都奄奄一息 你现在就是 他半只脚入了棺材 你都要跟他做朋友 那你的工党 你的寿源 你自己有限 根本看不清形势 你要硬的时候 不硬 不硬的时候 就要硬 那就是狠狗 要走那时 慢就笨疾 要走那时 他去上软 你就狠狗 那又要笨疾 兼狠狗 你又记得黄尖 这些名言 尖叔就是11月24日 那时离世 走了20年 那就不快 20年了 20年了 这个世界真的走得很快 不过 狠狗和笨疾 20年都没有变 不过我都很担心 尖叔有一天如果他还在 他可能在政治上 他就未必是一个 政治觸角很敏銳的人 可能他现在都拘捕了 都未定 大家还在伤心 将他以前所有的贡献 所有美好的歌曲的词 大家可能不想听 都未定 那就好彩的 幸好走得快 走得快的 世界就不一定很好 那我们也要转一段话题 去讲特朗普的气候变迁 特朗普现在再上白宫 就是谷鬼气 对于气候 他经常说 Green Scam 那些绿色的东西 找够笨实的 所以 那些人在猜测 会不会特朗普第二度 退出巴黎的气候协定呢 尝试退出了 拜登在2021年再重新加入 现在特朗普又回来 大家好像玩船主门 一出一入 一出一入 那老总你先等等 有人按一按钟 我现在要开一开门 立即回来 好 立即回来 请可以登坛 好的 那我讲着特朗普 重返白宫 会不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因为 就是如果讲排碳呢 就世界第一大排碳 就不是美国 是中国 那如果美国 特朗普真的又再退出 又再不玩巴黎气候协定 是 刚刚回来 是的 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中国 会取美国而代之 美国你不玩 啊 就是减排这些碳 不支持 气候协定 这些这样的国际条约 中国会不会洩个位子 进来 就取美国而代之呢 对我 我觉得这些这样的聚会呢 就是 其实很多的情况之下 国际组织呢 我已经不存有任何的 这一国的寄望了 世卫可以是不公平地 让中国呢 就是 上下其手 是吧 那 这个世贸 世贸 世贸也是 世贸也是 是吧 有规矩定了 都不遵守 都不用惩罚的 不受到惩罚的中共 没错 那联合国 大家也都见到 买通了阿菲拉兄弟 各方面的东西 这些这样的协定 那些东西 就是多说个做 是吧 你们这些人去开会 个个都坐飞机 难道没有碳排放吗 你应该去步行去开会 是吧 开会的时候 不要吃那么多豪爬 踩彩车 踩彩车 就是大家开会 踩彩车 在发电 供应的PowerPoint 有Power 有好处 其实就是多说个做多些 是吧 就是口纳明目 大家去聊天 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 让事情practical 先走 你看到你们这些人 只有一个港字 还有到最后 就要屈 所谓的 一个碳排放 最大的国家 就是美国 那你们这些人 就把矛头 捉到我 那我当然不跟你玩 是吧 我也没有好处 跟你开会 就会浪费时间 是吧 还有 在美国里面 大家要明白到 特朗普 大部分的金主 那些红的state 都是那些生产油 油能源 就是fasal fields 这些地方 那他会不会 这么狠 是吧 就是全部转了 做绿能 那自己就绿能了 对 对 对 另外那些金主 又拿不到好处 那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其实也是一个 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难题 那习近平开装的一个中共 当然就是想做龙头 那自己作主 那他现在也很知道 中国不是一个能源大国 中国是没有这个的好处 而中国也很希望转型 不是以前那种的世界工厂 希望可以生产多些的 电动车 再生能源 绿能 这些下一代的能源 next generation 那他在这一方面 是走得很前 那有一个主张 在这一方面 他也是在策略上 令到他得到的这个利益 会更加好 因为如果不是 他又要靠一带一路 那些油 要怎么去 是吧 又要害怕你那些小伙子 能源这么运 待会又怕你们炒到油价很贵 他逼要走这个道路 路总 我个人的认为 是吧 是 不过中国是没有水 现在很多减排炭的国家 后进国家 或者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是很需要发达国家 是给他们钱去协助 去升级他们那些能源的产业 或者让他们减少那些化石燃料 那些炭 或者烧煤那些 但是 你到现在一退出 中共又没有钱 就是没有钱 这个世界就是万万不难的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又是口味而实不至 没有了大哥去照着 你现在去 在中亚开 巴库开那个Corp 29 汽油排放国家那些 那些行动会议 都就这个炭排放 达成协议 谈不完 到现在都谈不完 就是要发达国家给很多钱 给那些后发展的国家 去改善他们的生产过程 让他们减少排炭 但是 那些钱是千文数字 我看有一个B字前面 B字前面有很多个数字 不知道是三个数字 他们现在想的方法是很划算的 他们想着是这样 每个国家都有份数 有个quota 那你不够quota吗 何老虫不要放那么多屁 你想放那么多屁吗 你问老虫拿的quota OK 那你就可以拿了我的quota 但是要给钱拿的 OK 那我20堆的炭排放 是多少钱 那我就收你这个 我就不准拖屁了 我自己就忍住 木側搓着我 臉都红了 你就可以放多少堆了 那香港那些quota 那些布匹出口 没错啊 现在他们在想着这一件事 但是听说就好像很有型 很努力 但是说真的 他拿了这些钱 给了quota 你 但是他是不是改善他们太繁放的措施 很大的quota 或者中饱私囊 或者是不科 钱就照收 就是啊 他们照牌 那怎样呢 你有什么约束力呢 你出兵去打他 你捉他的领袖出来处决 这些完全没有却触力的东西 给了一个机会 给他们处理 还要在第三世界下流的国家 没有诚信 说了当做了 你可不可以跟这些人去认真一认真你就输了 那他找法达国家 爱你们的cash 钱就照拿 判就照牌 那就是说 开多这些会 就越多探牌 所以据我的理解 我很赞同一件事 解散联合国 解散所有组织 就是某一些水平 你不达标 你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参与的权利 你就只有让那些发达国家支配 你们怎样去行 如果不是 大家都有个s 我作为一个三四亿的发达第一经济强国 美国 要看你 加纳啊 肯啊 莫山秘笔啊 你们都有s 你有什么s 人的GDP 你们都不达标 人权又不到 这些垃圾国家 那你怎样跟他们 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呢 你只要被人支配 你等我们下单 你跟着做 如果不是呢 个个都有s 又是要支援又是什么 根本是错了方向 我经常觉得 我经常觉得 用发达国家来协助一些非发达国家去减少排炭 是很恶够的东西来的 减少排炭呢 是要你国家主动去做 是有意识去做 是要政策去做 就不是要靠别人去给你钱 这些非发达国家 这些非发达国家 不要说排炭 看钱开眼 不要说排炭 人道去援助 不可以去医院 搞食水 搞医疗 搞教育 不是没有给钱 做了什么出来 仍然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是不是 帮其他烂泥 扶不到上脚 而还要被他们有利 影响到我们的政策 是不合理的事来的 你说我极有法西斯 都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基础 你烂泥 你扶不到上脚 而我还要听你知怎样 哪个按钩 我就按钩 唉 总之找有钱人的笨 你有钱就是有罪 你又聪明 你聪明 你做得好 你就是原罪 这个就是阻交一些搞这些社会 背后的追踪 所以你就要协助那些穷人 让他们有饭 让他们有工作 这个是你的原罪 有钱就是罪 是啊 我觉得中国是会有心 要搞他的碳排放 因为在刚才我所说的 一个客观的条件 他不是一个能源大国 他的能源要输入他国家里面 有受到很多的阻滞 要走过很长的路 尤家也不是他控制 如果他要求生 他一定要转做六能国家 我也希望中国做得好 简单来说 十几亿的人口大国 如果你减少了太排放 各方面的事 做到一个真正的转型 也是他民族群 是他国家 不是因为我讨厌一个政权 讨厌一个国家 讨厌一个民族 而说一些坏话 就是奏他们死 扑街 而他们真的要出路 他真的要搞好他们的能源 不过而在美国的本土里面 我也不觉得 特朗普上场 会把所有的能源 做到尽 大家狂烧炭 大家烧炭 不会这样 也在大势所趋 明白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国民的醒觉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洪流 只可以在比重里面的调节 没错 你刚才说了中国 共产党本身是一个粗放式的经济 是指令式的经济 所以要他在这种 完全是不照顾客观规律 不理会市场发展 要他去 就是说 转了电动 或者那些叫做陆营的发展 喂 老鹅 电动汽车那些电在哪里 不是的 又是烧炭 你在中国不是这样 所以你期望共产党 会做绿色大事 太天真了你 他们烧炭少一点 你也算收到 所以在这方面 我对他们没有寄望 不是因为他们 硬搞什么新三样 我们会觉得他们会转态 不是 他们是用来做过程产能 他们是用来 挤高GDP的 不是为了地球好 你搞错了 你 那就没说法了 他们没有用心 正确的路要这样走 正确路你不走 要走一条阴阳路 那就 王全建 所以一带一路 就是王全建 他们的三观 已经决定了 他们本身就是邪惡 走不掉 没错 好了时间 今天 希望世界很难会变得好 但希望变坏的时间 尽量拖延 就算很难会变得好 但是变得好 都希望变坏 变坏 甚至 希望有一些有心的 有一些软件的政治家 能够早日 就是 好像特朗普那句口号 Trump will fix it 地球都需要有人去 fix it 要有些政治家去 fix it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 记得按个like GLS 下次节目再见 Trump will fix it C will fuck it 大家明白 你说C是CCP C XI C will fuck 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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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